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财经专家 蓝先生 憲哥 汪宝头部总监 蔡明璋 财经所助理教授 谢晨彦 赛好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 苏维远 谢谢好 大家好 赶快带你来关心 在今天台股市大涨了278点 到底凭概股 我们台股的主力部队动还是不动呢 现在传出高阶iPhone12 大缺货 而且热卖 台湾供应链大补 iPhone12甚至于现在传出 继iPhone12之后 可能要出新的手机 苹果折叠手机5亚了 OPPO也在这个时候 有新的手机要发表 而且这是一个未来的新技术 所以过去我们经常说 今年下半年就是手机的 暴富性发表 我们现在谈谈因为 苹果供应链是台股的主力部队 卖得好不好 跟股价动不动息息相关 今天大盘大涨 我想这个高阶的iPhone大卖的话 很有关系 因为台积链涨 12块 指数的话就电高了大概183点 指数就冲到13551点 整个气势如虹 那这个所谓的iPhone热卖 它代表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这样 就是说当开始要卖的时候 大家认为就是说 现在可能景气不好 可能低阶的会卖得比较好 所以那时候外资在开卖前的话 预估高阶的比重 大概只有35到40个percent 那低阶的可能会卖得比较好 但实际上 现在卖最好的是高阶 高阶现在卖的话 已经比重是55到60个percent 当高阶越卖越好的话 这代表什么意思 那代表就是说 苹果的获利可能会更高 那第二个来讲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 是这样 就是说 现在在卖的过程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所谓的资钱的话 这个苹果跟台积电说 我这个S4的晶片的话 我要八千万颗 但是台积电说 因为五奈米刚开始做 所以我挤来挤去 只能挤七千四百万颗 所以本来可能会缺货 但现在的缺货是怎样呢 是iPhone 12的Pro Max是最贵的 它的缺货是三到四周 那iPhone 12的Pro 是缺货二到三周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把它换算的话 有可能这次的iPhone 9 可能是八千五百万只 不是只有八千万只 跟一开始预估的六千五百万只 多了多少 将近一千五百到两千万只 那过去苹果在没有分割之前 曾经预估过 假设如果是五百万只的话 对EPS的贡献的话 是零点七言 那多了一千五百万只的话 或是两千万只 对苹果在分割之前的贡献 将近是两块一跟两块八 所以原则上这是非常棒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说说 为什么高阶卖得好 低阶卖得不好 我们来看影片的一个部分 那影片你可以发现 这个iPhone 12的mini的部分 这个左下角的话 你要去解它的时候 一直解不开 解好久都解不开 这个 灾情不断 灾情不断 就是第一阶的一直出问题 可能评管有很大的一些问题 所以原则上的话 你看一直要 要把它滑也滑不动 滑不动 所以原则上第一阶的 目前的评管不好 效果很差 另外一个的话 是这个iPhone 12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会像它会这样 蹦了一身 蹦了一身之后的话 它会震 整个手机的话会震 你看那个画面里面 那个拍摄的那个画面 一直在震 一直在震 所以你可以发现 低阶的一直所谓的 这个灾情不断 所以原则上 目前高阶的光达 照相的效果都很好 所以目前高阶卖得很好 对台积电是非常有利的 高阶卖得好 当然对台积电而言是利多 我们等会要好好来解解台积电 因为观光台积电一档 就贡献指数一百八十点 那我们回头来看 苹果出了iPhone 12 没多久 现在传出要出折叠机 对 因为折叠机 大家都会想说 我要买一个手机 要花一笔钱 我再买一个平板电脑 又花一笔钱 假设我有可折叠手机的话 一翻开来 我就当成平板电脑 但是如果我 我如果说 没有翻过来 我当手机 所以这个 这个所谓可折叠手机 大家的印象都很好 但现在可折叠手机 所以你看这个折叠 NB要二到三万次 但是可折叠手机 这个折叠要十万次 所以它要求的更严格 另外你可以发现 它是两个萤幕 所以原则上 它散热需求更高 所以现在的可折叠手机的话 在二零一九年 只卖一百万台 手机有十五亿只 只卖一百万台 是卖的很少 那今年可能这个华为推的很多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三进推的很多 大概只有八百万次 但是如果苹果进来就不一样 你看这个苹果的一个特色 这个所谓的这个 它怎么折 它是这样 它就是直接这样翻开 也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说 像华为的话 它是一片 但是问题 它折叠过程 它因为它的这个荧幕的话 是塑胶的 会刮痕 但是苹果是玻璃 所以它不会有刮痕 那折叠的时候 因为是一片 所以它折叠有时候卡卡的 但是苹果是两个显示器 中间有个链条 你看 所以原则上 它的一个技术比较高 其实苹果拿可折叠手机的技术 过去一直拿 一直拿 拿得非常成熟 所以它出来的话 我个人认为它跟华为 跟三千一种 试验性质的不太一样 它一出来的话 我觉得你看这影片 很显然 苹果的可折叠手机 一出来的话 一定是一名惊人 好 很可能引爆风潮 好 那我们再来看OPPO OPPO据说它是不同方式去扩大萤幕 其实折叠手机的概念 就是让我们萤幕变大 对对对 OPPO的方法是这样伸缩 对 比如说我们一个手机七寸 七寸左右 我们就把它按下去 变成三点五寸 就放在口袋里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拉上来 拉变成五寸 我们用五寸来看 也可以拉 再拉高一点变成六寸 也可以拉最高变成七寸 所以你的手机也许可能是三点五寸 也许是五寸 也许是六寸 也许是七寸 所以你可以把它按下去 又把它拉高 那因为它的镜头是在后面 所以它不受影响 所以你要自拍 或是拍人家的话 完全不受影响 所以这个是垂直的一个升降的一个技术 比较不会故障 对 因为它不用折 对 但是它的荧幕就变成有高低落差了 对 所以为什么OPPO这个技术一出来的话 大家非常的称松 就说搞不好 这比可折叠手机的性能会更好 因为它只要按下去 就放在口袋 可折叠是一直折叠 一直折叠 比较容易坏 比较容易坏 所以现在的一个可折叠手机的话 大家就想说七万多块 买一个可折叠手机 那个效果的话 实际上应该不是那么OK 不过这个OPPO在它的一个所谓的科技大会 未来的科技大会的话 那原则上它还有推AR影镜 那这个AR影镜的话 其实它的效果是非常好 那因为大陆的AR跟VR市占率的话 占全球大概38% 它市场很大 这个的话 当然没有像AR所谓的苹果的影镜那么的成熟 但是你可以发现 它可以在这个三公尺外的一个荧幕 90寸的荧幕 在你的影镜里面 看得非常清楚 它有AR的效果 有两个摄影 重点它这一次的话 会有3D环绕音效 所以你看那个AR影镜的话 你用一个耳机的话 你可以听到 那个声音的话是3D音效 这个的话是以前AR影镜 完全没有的 OPPO这一次的AR影镜的话 加了3D音效之后 对它的效果的话 真的是非常好 好 但是还是要回到旋骨方向 手机暴腹性发表 到底手机概念会不会动 对 因为今天的话重点是在苹果概念 还有所谓的OPPO概念 同时吃OPPO跟吃苹果的话就滑通 最近苹果有一个AirPods AirPods以前订单吃不多 它现在改成软硬板 所以所有订单都跑来所谓的滑通 那刚好滑通它的一个实验营收创新高 然后第三季的获率是1块2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类型股票 这一波很多的电子股都跌得蛮多 但它股价的话其实还是慢慢拉升 所以我觉得华通是在走一个波段的 一个上升趋势 是往上动的 对 那另外一支的话是 因为我们刚才讲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OPPO OPPO的概念的话是在Wi-Fi的概念 所以原则上我们说以自以为例的话 是Wi-Fi 6的概念 因为刚好实验营收创新高 第三季的获利2块8 比疫情高出非常多 所以今年的获利的话大概是8块钱 所以我们认为它的股价 应该是在95到110块 做一个游走 你看这一波其实大概是高姿态的 所以原则上整理完 再贡的机会比较高 所以拉回再做一个买进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好 这是连老师的宣伍方向 好 刚刚稍早蔡董谈到了台积电 今天能够大涨2807点 台积电当然居功绝尾 所以一定要好好来谈谈台积电 到底台积电还能不能买 这个地方会太高吗 我们来看台积电的ADR 先创了历史新高之后 在今天台股紧跟着 就创下历史新高 那么大家觉得看 台积电凭什么可以涨那么多呢 第一个它有极单 而且大锥单 我们刚开场 林老师也特别谈到 iPhone 12 特别是iPhone 12 Pro 卖得下下叫 几乎所有的产线都是爆满的 所以台积电涌现极单 产能大爆满 这是利多1 利多2是大家看了之后 就会羡慕嫉妒恨的 今天媒体用可恶以羡慕来形容 所有上班族的心情 为什么呢 因为台积电大幅调息 调了20% 做一年爽领薪水26个月 好羡慕啊 所以利多消息在股价上发酵了 对 那很多人在问说台积电还能不能买 台积电今天的收盘价 以他来算的话总市值是12.5兆 12条 你知道我们1700基上市加上跪45条 所以台积电一间 当1700基降27.7%台积电有赚吗 赚 真的是有够赚 但是可以买吗 我们稍等一下来说 我们现在回头来说台积电 他现在是怎样 那人家穿 是怎样美国这样 ATR这样可以 可以买价超过16% 最主要就是 他5纳米跟7纳米 他现在最大的这两个 完全都已经筛爆了 他主要四大公司 包括苹果啦 包括高通啦 包括NVIDIA 包括联网科 已经都包了 而且他的5纳米 现在最新的5纳米嘛 iPhone 12.4分之一 美女都给他爆了 所以现在后年去 如果苹果 他如果是有新的东西 要做不可能了 已经没办法这么大 所以听说 我彭谷现在讲一下 他M1的新的晶片 就是那个NVIDIA M1新晶片 听说买给三星做 这对台积电来说 一面反应一面子 反应就是说 我真的做不起了 真的都没办法 所以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接单 他才要转给三星的 对 那三星接得了这个单吗 因为据说M1的工艺很复杂 这三星当然他说可以 他当然讲可以 问题是 那是苹果的问题 苹果你本身 你如果交给三星 以后所有的后果 你自己负责 因为我记得iPhone 6s 当时也是因为台积电产能塞报 就转给三星做 当时A9给三星做之后 问题很多 是 那是因为三星的5纳米 跟台积电的5纳米 它的制程是不一样的 所以两个制程不一样的东西 你如果用一个晶片 然后用在所有不一样的手机里面 或是说两个晶片一起乱用 混用的话 你就会出事 上次就是i 这个iPhone 6就是混用 里面有三星晶片 也有台积电晶片 结果你拿到三星的 拍文 拿到四星 拿到台积电就好文 所以就会变成出现问题 那这个问题以后会不会 我不知道 另外它的手机的108晶片 新的晶片它已经出来了 而且在上海发表 有三星的吗 新的 最新的 5纳米晶片 那个Vivo已经谈好了 合作的关系 最主要它最主要的功能在哪里 你知道吗 在游戏的体验 以及现在讲的多镜头 什么这个聚焦 变焦 然后拉距离等等 那里面它除了带动5G以外 它有内建AI的软体 所以我们来看1080的新的晶片 跟过去的980的晶片里面 它的电晶体增加80% 那比7奈米的DUV的制程 性能提升7% 它的效能 它的能耗衰退 它可以降低18%的一个衰退 另外它是GPU的性能 是上一代的2.3倍 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 现在三星也很厉害 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弱褂褂 那当然对目前来看的话 大家想说台积电第二的 加薪20%大家努力 你知道吗 其实最主要是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它的普遍的薪水比较低 我们来看 现在国内所有的用年薪来算 台积电还算 其实连发客的薪水是最高的 对 薪水跟股价其实有这么相关的 当然有啊 所以我们来看到联发客员工平均 平均 平均的意思是有很高的 凌几千万的有很低的 几亿的 有几亿的 所以平均在二九二 那很厉害 今年联发客股价涨了52.2% 我们来看第二名是瑞玉 平均有两百八十一万的年薪 今年涨了五成四 联永又有两百七十六万 涨了三成三 日月光是比较不准的 他薪水也蛮高的 平均有两百一三万 但今年日月光一整年来讲 是跌了15% 详硕 创意 台积电 连阳 细创 智信号 这些都是上排行榜的高科技公司 特别是高薪的排行榜 那么台积电排在一百九一七点三万 排在创意和享受的后面 当然是比较乱 所以现在一跳之后就会往上跳 对 最主要上前面的大部分都是软体 那软体工程师 他的一个平均薪水比较高 那台积电你虽然说台积电那么好 他还有六寸精炎 八寸精炎 十寸精炎 十二寸精炎 那里面也有一些工人 属于一个比较中低薪的 那整个平均薪水被压低了 不过这一次真的是 大大一大占20% 为什么 第一个缺人 台积电光是今年要八千个工程师 台青教你 你如何去供应八千个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缺人 所以本来大学毕业的 到台积电是三万八 现在拉高到四万五 那硕士的话 四万五拉高到五万四 你知道台积电去年 他的本薪是领多少 领十四个月 然后他的绩效奖金领十七个月 加起来是三十一个月 所以台积电没你看本身的 最主要看绩效 那未来一定是绩效 你如果说到薪水 大力公才一百三十万平均 大力公才一百三 因为他功能比较多 他那个虽然是他有know how 但是功能比较多 他在所有电子公司里面排名是一百二十一名 所以有时候你在看薪水 这如果是好人要拿西星炮 那对投资人而言 最最重要的是 我留下台积电薪水 我能不能探台积电的股价 对 买台积电怎么买呢 现在在网路上引发了两种声音的论战 我想台积电这公司很好 一定特等没问题 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 问题是怎么买才是关键 我们其实已经不用讨论台积电能不能买 而且讨论该怎么买台积电可以赚很多 好 那台积电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 我们来看这是一个中兴大学的一个男大生 他说他用本金一百四十三万分几次分十四次去买 他现在 他是买零股 对 他买零股 那买了他现在有二点三张 二点三张 那以昨天的收盘价来算的话 他的投报率他赚的话是赚二十六万九 他的投报率是三十四% 光是台积电就三十四% 所以他是用存股概念在买台积电 他总共买了十四次 本金一百四十三万就让他投报赚了三十四八 这是中兴大学的一位男同学 对 这已经很厉害了 好 我们来看台北医学院的男同学 你跟我们本金一百万 他又信贷两百万 很厉害 可以信贷两百万 应该是他爸爸帮他保证的 然后他三百万分八次 每一次买一张他有八张 所以他目前来讲 他的还没有实现的利润是七十五万 七十五万他里面信贷的利息要扣三万七 把他扣掉以后 他的目前投报率是23.7% 所以台积电他跟你讲什么 这两个跟你讲说 你只要分批买 最败到现在要23% 最后34% 所以要不要买 还是可以买 这是台积电 那我们来看现在的台积电 现在台积电这个位置怎么买 好 台积电他相关的股票 现在都三亿 就是贵松松 另外的高亿就买不起 买不起 那今天的台积电 484还能追吗 这边可以追 但是你要拉长时间 你就要像刚刚那个中兴大学一样 你可能分144去买 就是每个礼拜去买 每个礼拜去买 每个礼拜你能够买多少 能够存多少你就买 几股就好 这样买起来就OK了 那我觉得台积电 他今年的资本支支 是191 那个190亿免金 明年会超过190亿免金 后年会再超过 因为他3奈米 2奈米 1奈米 所以我觉得 就从他的旁边的 台积电的设备股里面 有一档最便宜的2464的盟利 那盟利是做自动化机械的 那2464的盟利 我们来看 今天是开高震荡 开低 然后震荡走高 然后收高 我们来看他的K线图 那目前来讲42块左右 季线 黄色的季线 刚好压在头上 他今年的上半年赚2块2块 如果以比一比来讲 应该是OK的 但是他是完工入账 也不一定说下半年 赚的跟上半年一样 但是台积电 他在所有的设备里面 这个是走在前面的 好 这是台积电的选股方向 应该是说台积电供应链 相关族群的选股方向 好 这是台积电的选股方向 是台积电的选股方向 是台积电的选股方向 是台积电的选股方向